第18题水力发电过程中能量转换的顺序为下列合者 水力发电现在通常是用水库 水库蓄水之后有位能 位能把水放下来转换成动能 动能会推动涡轮机转动 转动之后会产生电而变成电能 所以它的能量转换次序是位能变成动能再变成电能 于是第18题问我们说能量转换的次序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位能变成动能再变成电能